中華職棒發生哪些經典事件呢? 時間回到2010年的7月22號 當時效力新龍牛隊的森林王子張泰山 從Lanews雄頭梅森手中敲出帶有一分打點的中外野安打 成為中華職棒時尚首位達成生涯千分打點里程碑的選手 而下一位完成千分打點記錄的球員 則要一直到7年後的2017年才由大師兄林志勝所達成 至於張泰山生涯累積的1338分打點 至今仍然是聯盟記錄喔 好的我們要回顧的是在當年 2010年的7月22號張泰山成為中華職棒史上第一位千分打點的選手 先請大帥談一下 對戰張泰山這種感覺啊 壓力應該會非常大吧 我過去自己在對戰張泰山的時候 我常常告訴自己一句話 即便他當天的狀況不好 我們還是要小心的應對 就是因為張泰山他有一定的打擊能力 那就是狀況再差再差 你也不能因為他狀況差而稍微鬆懈啦 即使雷尚沒有人的時刻 都要非常小心謹慎來面對啊 那更別提說 如果德典軒有人的時刻碰到他的話 絕對是非常非常要提防他的打擊喔 可是即使如此 張泰山還是創下了第一位 生涯千分打點當然打點這項紀錄 跟你排的棒次也是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排在這個 像張泰山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中心棒次嘛 那前面的前段棒次 可能上壘率也比較高啦 你說排在後段棒次的選手 他前面的隊友可能上壘率就不是那麼高啦 對如果要這個打點的紀錄來講的話 其實剛剛點哥講的這個前面的打者 上壘率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跑壘的能力啊 就是前面的隊友如果上壘之後 如果在壘包先出局 或者是跑壘判斷有一些 比較不影響的狀況之下 可能也會影響到 打點這項數據進帳的速度 因為這個數據不是說 你是靠自己就可以達成了嗎 對或者是像說 有時候你打出去安打 這跑不回來 你原本有打點的機會啊 對啊 所以這個環節是需要隊友的幫忙 除非你每一次打擊都是紅不讓 但這是不太可能 所以每一項的紀錄 其實多多少少都要靠隊友的幫忙 才有辦法來達成 不過講到打點的話 其實日本職棒有的時候會看 這個得點圈的打擊率對不對 這項數據 其實也是引起很廣泛的討論 對啦 如果像遇到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如果我自己在投球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說 不需要去太多的閃躲啦 那當然你要閃躲的時候 一定要先看 教練團這邊有什麼指示 比如說你一定要看狀況 可能比賽已經來到後半段的比賽了 甚至你有時候還是要考慮 當下的這個分數很重要 就是比數啦 因為什麼樣的情況下你能夠閃躲 或者什麼樣的情況下你不需要閃躲 所以這個可能要先經過教練團這邊的指示 那如果教練團這邊沒有太多的指示的話 那如果教練團這邊沒有太多的指示的話 當然我自己當選手的情況下 我會選擇直接對決啦 也是要很敢拚才行 因為我個人認為說 一個有三層打擊率的選手 他十次打擊裡面還有七次會出局啊 所以你如果用這樣的一個心態 這樣的一個想法來投球的話 你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一些不好的想法 不過張泰山這個千分打點的 職棒史上第一拳啦 而且他現在生涯累積出來的打點數 還是沒有辦法有選手能夠突破了 不要說突破連接近都還不是那麼容易啦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張泰山 確實是中華職棒相當有代表性的一位打者 好的那以上就是為您回顧歷史上的7月22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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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